2月10日,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同一边检站获悉 夏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当天起双向暂时停航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往年春节人流如知的厦门五通码头后船楼 如今除了少量工作人员外 空空荡荡,较平常冷清了许多 五艘来往厦门至金门的客运船舶近靠在码头 已停止了以往每天半小时的船班运行 有台商表示 小三通作为台包往来大陆的重要通道之一 暂时关闭对台包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春节刚过 那些需要返回大陆开工的台包造成了直接的困扰 据了解,除了夏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外 泉州至金门,马尾狼旗至马祖 连江黄旗至马祖等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 双向均暂时停航 自2001年1月开通以来 两岸小三通航线不断扩展 已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黄金水道 来自福建海事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春运1月10日启动至2月7日 两岸小三通航线船舶运行 1078艘次 运送旅客量9.225万人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